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GG Suston 方评 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样板间在售 这套房子是一套全定制房 是Partners这个间商的全定制 所以呢 这个房子非常的与众不同 除了它有漂亮的高挑厅 漂亮的大窗户 这些一般的豪宅都有的地方之外 它还可以全权的定制为你服务 为你而定制 当然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套呢 就是它的一个样板间 这个样板间现在卖的情况下是可以卖家具的 也就是说 如果您在买这个房子的情况下 如果再加什么样的一个费用的话 就可以让它把所有的家具都留下 它所有的家具都是蛮高端的家具 很多都是跟RH这种比较好的家具店合作来做的 那这个房子有什么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呢 就有非常非常不同的一点 就是因为它是全定制 所以说呢 这个房子的很多地方 都跟我们看的很多房型不一样 比如它这个Game Room 你看它这个打台球的台球室 它是在一楼的 所以说您这个 它这个理念是什么 就是说家里来人的时候 家里有人party的时候 就不会有人上您的二楼去活动 大多数人都不太好意思 上二楼就会在一楼活动 所以二楼的隐秘系相对强一丢丢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它的主卧也非常的漂亮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定制房的样板间的 系尔间什么样子的 因为厕所其实是一个非常体现房子高端程度的一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很不一样 现在我就来到它洗手间的位置了 因为它的洗手间的位置是这样一圈 然后呢 它的这个浴缸是在后面的一个椭圆形的浴缸 待会在看房视频当中都会体现出来它所有的这些特点和不同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房子 而且呢 这个房子还有非常重要 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这个房子你买下来之后 建商是返租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是想来美国生活 但是最近又不来 那么建商会返租您的房子 大概会返租六个月之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具体的还是要重新谈一下才能知道 那建商呢就会直接给您那个现金或者是支票 作为你的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作为您的租客直接给您这个支票 那租给建商有很多的好处 那建商的东西本身就比较好 然后建商租给建商也没有人来住 那您来住的时候还是完全崭新的一套房子 好了 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如果你对修论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我的房屏感兴趣 随时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样门间 样门间在售 这是一套全定制房的样门间 这个外观就很漂亮了 然后您看它的这个周边都非常的漂亮 全都是这种大房子 包括它对面的邻居 都是这种很漂亮的大房子 我们现在进去看 这个房子售价是一百 那我看一眼啊 一百一十三万五千 大的双开高条铁门 一个豪宅必备的大铁门 好了 我开门进来咯 一进门就是这种大的旋转楼梯 右手边是主餐厅 然后进来就是非常漂亮的大客厅 这个房子是样门间在售 所以我拍到的这套 就是现在在卖的这套新房子 家具可以留下 价格要重新谈 定制厨房 高端的香浅室冰箱 定制厨房的这边 是一个储藏室 储藏室旁边这边 进车库的位置 看这种比较高端的大理石 就是这种大花纹的 感觉里面有点脆的感觉的大理石 然后它石木的橱棍就不用说了 比较高端的这种橱棍都是白色 和另外一个深灰色 两种颜色拼接的比较多 包括你看它的这个地面 也是比较漂亮的 这种大的瓷砖 所以定制房就属于 很多地方就比较奢华了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块 就是它的早餐厅 早餐厅在往旁边走 这边有一个副楼梯 这边是一个game room 你可以坐成吧台啊 打台球啊之类的 副楼梯的旁边是laundry room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另外一个客位 你看就是这种的定制房 就属于任何一个细节 哪怕是客位 都是非常装修精致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客屋 再往里是客屋的洗手间 客屋洗手间的淋浴间 也做得很精致很漂亮 真的是跟很多房子的主卧 洗手间相媲美了 非常大的衣帽间 包括你看它的地毯 地毯都是这样的一个 短毛的地毯 这种地毯会比较贵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一楼的另外一面看一下 就是主卧的位置 到了这边之后呢 我们就看得到 在主卧门口有一个这么大的储存室 这其实是楼梯底下的这一块位置 然后再这样就进到主卧了 非常大 非常高的调停 整体家具的调调是有一点点深蓝色的调调 所以这边的墙也被涂成了深蓝色了 然后来看一下主卧的洗手间 完全就是很高雅的这种格调 超大的玻璃 漂亮的吊灯 透着很高雅的调调 然后后面呢是一个walk-in式的淋浴间 当然了少不了它两个鱼头的这种设计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好 就是这么好的配置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面墙的那种按摩的淋浴 当然它没有 好 让我们去衣帽间看一下 特别美的衣帽间 好了 这就是它一主卧洗手间的位置 其实有很多时候有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你不太拍马桶间 因为你看不管是大豪宅还是就是普通的房子 它马桶间都是比较小的 好 这就是它一楼的盖矿 现在让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是一个office Hi It's huge 是一个高调厅的office 然后旁边镶嵌式的这种柜子是不会带走的 买建商要买建的好处就是 很多很多的东西建商是不会带走的 比如说窗帘 比如它刷好的漂亮的油漆 比如它做好的高端的地板 用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高端的 现在是我们上楼梯之后 那上楼梯之后它分两个部分 左手边 然后 右手边 然后中间部分 我们现在先去右手边看一下 它刚上来就有这样一个大的吧台 这相当于二楼的一个吧台 吧台旁边有一个放映厅 这个放映厅装潢就非常好了 要不是要买建的话肯定是没有这么好的装潢的 比如你看吧台的吊顶 很多细节上是非常棒的 再比如放映厅的这种推拉门的设计也很漂亮 然后再往前走一下呢 你就看得到刚才我们看到的覆楼梯 就是从这边上来的 然后覆楼梯上来这边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其实是一个侧面阁楼 所以是锁起来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卧室了 二楼所有的公共区域都是这种木地板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卧室 一个很大的卧室 现在这个床是一张Queen的床 然后卧室这边有一个双开门 外边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两个卧室共有一个洗手间的设计 但是洗手间蛮大的 这边是一个马桶间 二楼洗手间并不是非常精致 因为如果是每一个房间都是套件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好 我们现在从这出来了 现在我们去楼梯的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一面就是一个套件 这一面就是一个套件 然后带着洗手间 好了 这就是二楼的一个样子 它这个房子的院子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院子就是属于没有什么东西 一个很规整的院子 所以其实院子没有太多的观赏的价值 那这个房子是一百一十三万五千 它贵就贵在 它是一个全定制房 但是它面积很大 升级非常多 在Aliana这个小区也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社区里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了 如果您对修正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这套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